作为行者 我们要慢慢地养成一个很好的身心的状态的习惯 若这时候没有什么事 就细心丹田 我们把那个能看跟所看 让它呼应起来 就那个能观跟守观 就细心在己轮的地方 这样你做什么事情都会很稳定很有泡 因为丹田走火是我们身体的能量中心 所以你只要看着它 就有一股很自然的力量会升起 那如果要放松呢 那你可以轻轻地看着你的心 就融在法界里面 也可以很轻松 那如果要提神呢 要增上你的精神绝招力 那你就可以细心在你的眉心 用一点点力量 感觉啦 就注意力放在眉心的地方 所以这三个部位 其实很好用 就看你现在要干什么 所以所有的法都是应激 也就对 怎么样时空 怎么样因缘 然后要去用相应的法 那这样你就会对应得很好 那我们常常在念到 OM 阿 欧 其实也就是要对应这三个状况 头脑不清楚要提神 你就念 OM 轻轻地念 不断地念 你会慢慢的 思绪就会有序 就头脑就清楚 那心情有点压力 有点乱 有点不好 那就念 阿 就把心打开 如果觉得全身没有力气了 那就念 呼 它的着力点就在几轮 呼 呼 你再一震一下 你全身的木气明点都会醒过来 所以这三个 虽然我们说OM MA HUNG是顶喉心 但是你真正操作的时候是顶心极 那HUNG是用几轮在发音 所以 呼 不是用心 用心的话 没有力量 使不出力量 所以 这个你要把它弄清楚 不要死守 就顶喉心 使不上力 那三个字是深口意 而我们 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是我们的三个轮 顶轮 心轮 跟脊轮 那喉轮它负责发音 所以不管它 但是我们要 发音要清楚 那就得 所有音都要发 好 我们现在就开始来修 简单的仪轨 合掌 我们用最恭敬虔诚的心 顶礼归于阿弥陀佛 我们用最恭敬虔的心 切瓝叹水智悟 蒸天地心施巴 这种巴扬达巴 祝陪上这根部 巴美拉洽茶路 切瓝叹水智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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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一切法 体性本空 当下就空 接着就在真空里面 然后升起庸盛 观想起庸盛 有梦中有梦中有梦 反对佛而坐 他的右边是白色的观字在 左边是蓝色的大师字 一个大碑 一个大利 无量诸佛与菩萨 声门罗汉众围绕 这三位主尊的三处 就顶喉心 有三种子字 Om 阿 哄 然后放着三种光 Om 放白光 阿 放红光 哄 放蓝光 就顶喉心 三个三处 放三色光 然后往极乐境 就极乐世界 然后去做引寝 接着我们就做引寝 智慧尊的修持 合掌 Om 阿 米 达 巴 日 般 扎 撒 玛 亚 扎 扎 阿 忠 邦 赵 致 达 人 阿 米 佛 扎 阿 迪 佛 扎 阿迪 佛 阿迪 布 佛 阿迪 佛 书生啊 感恩啊 然后接着 我们就做五方佛的灌顶 手节外符印 然后放在顶上 拇指 无名指 大拇指 小指 阿 阿白琴杂 这是我们面前的三尊 还有所有的佛菩萨 我们对着他供养 一般我们供养什么 就弹指 就让它变得无量无边 接着我们来赞颂 红玉极乐图转法轮 恒长慈悲诗有情 十云九湖主众生 离山灯引五两广 主尊圣终 方光智西方 从极乐图 无量光波出 无量佛像 周满愈有情 周满愈发气 恰如愈将 喜荣愈其身 阿玉玉极乐图转法转称 阿玉极乐图转称 家世远程 无量光 阿玉玉极乐图转法转法转法转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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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接着我们准备起来绕佛 那绕佛的时候我们就观想自己是阿弥陀佛 那每踩出去就是莲花 就走在一步一连花就走在一步一连花就这么让佛 上天水戇暮在佛站上 今通人体节奏 吉송小双昌 声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平等住 这个时间 你自己在修 就自己拿捏 可长可短 在静坐过程 不管有什么现象产生 我们都要如如不动 因为那很明显 就是空的幻变 那我们会知道是因为有明 所以不管是外在有像 或者你从里面变出来 其实都不离空明 比较着像 但是也不是没有像 就在这段时间里面可能会有 如果我们天天修很努力的修 可能在这个平等住的过程里面 会有一些现象产生 那我们千万不要着想 但是你知道 你知道 那这里面就更能够了解到 空不是什么都没有 明不是真正有什么 就是像 所以我们常常讲 若见住像非像就要讲这个东西 不是没有像 而是像 我知道它不是实像 它是一个幻变的像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那这里面 慢慢的我们那个定力 就会越来越强 那着像的习气 被静转的习气 就会越来越弱 慢慢就退化了 那这样我们就真正的在一种 体性也是明空 然后在这个缘起像里面 你一样用明空来看待 不着 不执着 不取舍 久而久之 你就在任何境界里面都没有问题 那当然我们修得好 那个因缘好 种子好 当然就生出种种好的现象 那如果因缘不好 可能这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恐怖的 不静的 这些现象 这时候我们都要学 佛陀出尘道的时候一样的 如如不动 就是看着 你真的看下去 你就会晓得 所有像都是假的 那打比喻就好像这样 我们在梦中 梦中明明 就是有六趣 那绝后空空 无大千 当你的心 回到了本来面目的时候 你就能够醒过来了 真的醒过来的时候 那这一切过去所执着的 想 当下 就都影响不了你 因为你已经知道 他到底是什么 不是要否定他 我知道你是什么 我不为所动 我尊重你的存在 那就相安无事 甚至我们也说过 如果我们那个空明的能量够 其实他的污秽 他的执着 他的不敬 他的贪嗔痴 也可以因为我们 那强而有力的明空 然后就让他消失掉了 所以修得好 能够自立 立他 自画化他 那是必然的 但是你要帮别人之前 必须真的自己先有两把刷子 这刷子不是要去刷别人 是要刷自己 刷掉自己所有的构障 所有的不敬 所有的业障 慢慢的你就知道 我清静了 我没问题了 我可以去帮忙别人 好 那我们不管怎么修 修到什么程度 事实上都要感恩 都要回向 好 最后我们来念那往生净土 七请文 阿玛侯 无量光佛神西佑 有此之尊观世音 左侧大力大师之 无量诸佛菩萨饶 西佑无量至安得 彼世皆名为极乐 祈愿我等命中时 不为他去所阻断 面见毕佛阿弥陀 如是我法治此缘 祈祷师方佛菩萨 加持无碍的视线 大达达班签基亚 阿瓦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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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叶回向有情中 愿诸众生皆成佛 集聚一切诸善根 为愿自信得成熟 额障清净自良愿 长寿无病证无证 愿我此生当尸体 一旦命中得随即 愿能往生极乐果 生意莲花开放时 集意彼身愿成佛 乃至得证菩提果 愿意化身 独有情 沙瓦曼格拉 沙瓦哈 我们修完还是回向一下 往上供养十方诸佛 回向法界众生 愿一切解脱圆满 沙 死ler 马上供养十方诸佛